這個repeat這個IPT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的結果 再來切到那個laps 比如說我今天 在練習這個laps好了 假設比較簡單 這個上面這個laps比較簡單 如果是前四個字的話 你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裡面 他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laps 按確定 前四個 你就選他 然後四個 就3727 就是這個字串裡面的 前面四個 那這個的話是兩個 你當然你可以把它填滿 兩個就把這個 改成2就可以了 按確定 因為我剛剛沒有鎖啦 所以你看 A3 會變成A4 把後面這個數字改一下就OK了 laps我想用到的機會也蠻大 如果你將來要取 某一個 儲存格裡面的 文字 然後從左邊算過來幾個 字就可以用laps 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這個結果 像什麼 吳先生 張小姐 馬先生 這裡的話需要配合一個if 不知道各位對那個if 熟不熟 這邊的話會有兩個函數 搭配起來 所以你可以分兩階段來做 第一個 插入函數 一樣用文字裡面的laps 取什麼呢 取這個姓名的第1個字 按確定 不過這不是我們要的 還差什麼 稱為 稱為由誰決定呢 性別 所以如果是第2次使用函數的話 你有的時候可能要自己打 要不然的話有個簡單的方法 請你點這邊 如果你第2次使用函數 請你記住 這邊有個小箭頭 選擇其他函數 那 我需要用if 所以在邏輯裡面 會找到if函數 按確定 那 再來的話呢 先取笑一下 記得先 先給他加一個and 因為我要串接 串接 點這邊一下 if 他會把if加到這個後面 那我的邏輯是什麼 如果他的性別 等於什麼呢 等於男的話 那就是先生 反之就是小姐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先打一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記得文字前後 一定要雙引號 如果你沒有加雙引號的話 會產生錯誤 男 然後 底下 為 true 就表示說他是男生 那就是先生 反之的話呢 就是小姐 你會發現他移開他會自己幫你加雙引號 實際上那你可以自己加 小姐 OK 好 其實這個視窗的好處就是你打完之後 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 你這個if的這個整個程式 幫你幫你加到這邊來 所以你是自己打一個and 然後再 點這邊一下 造if 他會幫你放過來 至於if裡面要放什麼東西 請你在下面完成 完成之後他自己會幫你加上去 好加完了按確定 吳先生 向下填滿 全部就完成了 OK 那這個是 laps 其他當然還有right 這個right 其實就是 剛剛從左邊 那現在right當然顧名是從右邊 這個我想各位自己練習一下 兩個其實基本上相同的 還有什麼l1n 這個l1n 指的就是我們 我們等一下也會用到嘛 比如說 我今天 希望知道說 這個身份證字號 是不是正確的 那我怎麼怎麼怎麼去做呢 當然 比如說判斷是否正確 這個欄位名稱自己再打一下 是否正確 我再打一個欄位名稱叫 叫正確 是或否 這個是不是 那你當然第一個 判斷一下 他是不是 幾個字 有沒有 身份證應該十個字嘛 所以呢你這個天啊 你可以 先用l1n 給這一個 按確定 向下填滿 不過這個好像都正確 你就自己再補一個好了 這個地方 假如說 這中間這兩個 回來是11 那可是我要的並不是 他的長度 而是要什麼 是或否的話 那怎麼做 一樣嘛 像剛剛那個 你可以分兩階段做啦 如果你一次做不出來的話 你可以先 l1n 然後判斷對不對 再把這個減下來 減下來之後呢 再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 邏輯 或者最近使用過也可以 因為剛剛有用過的 他會幫你把它排在最近使用過的 一幅 那什麼呢 條件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就好了 然後等於多少 等於 等於10 的話 就是什麼 就是 是 是否正確嘛 那這邊的話就給他打一個是 反之的話呢 就是 否 好 好 這樣按確定 他自動這樣 有沒有 這個公式就自動放上了 按確定 有沒有 向下填滿 最後再把它 乾脆自動好了 看起來 這樣比較OK 好 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是 一般用到的其實機會還蠻大的 好 那再來 等一下請各位 試試看就是這邊有個性別 怎麼樣判斷性別呢 就是 身分字號的 第二碼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 怎麼樣可以 抓到 這個第二碼 這個我想 你需要 你就不能用 laps 也不能用right 要用mid mid 然後去抓這個 再來就是 如果是1 那就是男生 所以這邊的話 性別你怎麼樣把這個做出來 我想這個地方 請各位試一下好了 剛剛的那個 最後的那個 完成的畫面 在講義啦 或者在雲端上面都有 這個這一題 然後 這邊 這一題 這個可能比較難一些些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呢 好嗎 好嗎